中和聯絡處自2011年啟用 因環保車進出頻繁 園區裡的連鎖磚 也破損和積水問題 最近進行突換 因為我們為了考量到 志工在行進店的安全 及我們車輛的磨損 所以一定要把它在翻修以後 讓大家在平整裡面 不會導致這個安情線的孤立 志工愛護自己的家 分組進行工程 有人負責翻起舊的連鎖磚 有人則負責清洗再利用 連平日做環保的菩薩也來幫忙 平常都在社區做 做助攻啦 今天有人說這裡要做 我就跟我朋友來啦 做得很高興啦 我們回收再利用 可以延長勿命 其實一磚一瓦來之不易 而且我們也希望說 把這個精神 落實到我們的社區來 清理乾淨後的連鎖磚 志工在一一鋪回重整後的路面 串起志工對大地的愛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台北報導 哲濟心牙蔣學姐